好 大家先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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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各位法师哥去照家弥陀佛 看课本八十二页二十四经 他说有这么一天 那佛在齐远金色 这个时候有一个比丘 那么在应该是佛在那边 那说法 坐着 大家都坐在那边 所以就从坐起 可能早上大家都在那边静坐 那时间到了 这个比丘就从坐起 偏袒右肩 偏袒右肩 为佛坐礼 雀住余面 这个都是要 比就要问法之前 那基本上一个习惯动作 或是标准动作 那大家在那边打坐 就起来之后 那么就去顶礼佛 那顶礼完了又坐在旁边 那跟佛说 善哉世尊 当为我略说法要 那他这里也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说比丘去问佛 基本上都有这么一句话 那这一句话 那我们可以看作 就分作三段 第一个 请佛为我略说法要 这是第一个 请法 请法 先去顶礼 顶礼完之后 请法 就大概跟我讲一下 要怎么休息 那第二个 就是我听了之后 那当独一尽处 专精思维 不放异注 这个大概就是 第一个就是 请佛为我说法 第一个就是 那我来听法 就是要修行的 那佛为我说法之后 我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那么非常用功的去想 专精思维 就是想这个佛教我的方法 其实就是他 这个施跟修 那这个 佛为他说法 这个是文 所以我文法以后 当独一尽处 专精思维 那不放异注 就 意思就是当专精思维 然后我一直这样 用功为修行 白话讲就是 请佛告诉我 怎么修行 那我听完了 我决定 我绝对回去 会好好用功 那这是第二段 第三段就是 乃至至之不受后有 就是我会用功到 我 完全 就是 就是佛告诉我的 我用功到我正的阿罗汉为止 就是 究竟 我用功到 就是 有这个目标 我会达成目标 我才会停止 那么告诉 就是 就是请佛为我说法 那我听了佛的话 回去就会好好用功 而且一定会 那么 用功到 正阿罗汉 就是达到最后的目标 最究竟 那大概 基本上 后面的很多经 也都是这样 就是如果有比丘 来请佛为他说法 他也不是 只是来听一听而已 他就是 真的 他要 要正阿罗汉的 好 所以 乃至 自知不受厚有 那这个就是 得 一戒定会得解脱 那解脱得解脱之戒 我身已尽 犯恨于利 所作与犯 自知不受厚有 那简单讲 就是乃至 自知不受厚有 那 佛就跟比丘讲 那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当时 也习惯这样 还是节级经典的 他为了要讲清楚 讲明白 所以都会重复再说一次 那佛听了比丘这样讲 就说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 你能够这样讲 就把他的话再讲一遍 那 世尊为我略说法要 我文法语 当独一尽处 专精思维 不放异柱 不放异柱 就是一直这样修 修到解脱为主 乃至 这支不受厚有 你是这样讲的吗 这个时候 那佛就跟比丘就跟佛讲 如是 是的 我就是这样讲的 那么佛就跟比丘讲 好 那你仔细听 地听就是仔细听 你专心听仔细听 好好的 好好的想清楚 善思善念 那思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你要把它想清楚 文之后就思就是这样 因为在佛陀时代即使佛讲完了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听的是一样 但是每一个人想的不一样 有没有这样讲 有没有那样讲 那甚至有些听错了 听是这样听 但是想想错了 他认为佛是这样讲的 这个在阿汉经里面 或是在绿典里面 也常常见到 然后他出去外面跟人家说 我亲自听佛这样讲 比如像燕摩家 他就这样说 我亲自听佛这样说 阿罗汉死后 那就完全不存在了 这个就变断面 有人就跟他讲 你不要这样讲 佛没有这样讲 他说我明明听佛 我这样讲的 佛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佛就把他找过来 你真的是这样讲的吗 你真的说 我是这样讲的吗 是的 我告诉你 我不是这样讲的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怎样怎样怎样 他有两种 一种就是 他听错了 一种是他没有听错 但是他想错了 就是他的闻没有闻错 但是他诗诗错了 就是他 他听到的 他以为是这个意思 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佛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诗很重要 闻 闻之后 就是佛陀是这样想 那你是怎样想 那佛陀是这样说 那你是怎样听 那这一部分有些会抽掉 有些会抽掉 好 那 这个 比丘就跟他讲 佛陀就跟比丘讲 那么仔细听 那好好想 念 就是 你想清楚的 你要常常 就是 我们要 就是受持 就是善念 那要 要常常 以这样去思维 那一般我们就叫做正念 那 当为奴说 那好 那你既然这样 那我现在 来 为你讲 若非奴所应 亦非于人所应 此法 疑速断除 断笔法 以亦劳役 长夜安乐 那这个跟二十三经 讲的是一样的 十三经讲的是 非奴所应之法 疑速断除 断笔法则 以亦劳役 长夜安乐 我们可以对照 那么二十四经 讲的多了一点 那我们说过 有这样的差别 有两种 一种就是 可能 这只是一部经 那 大家记得不一样 所以 就有 因为 都是阿罗汉 各别尊重 所以 既然有不一样 同案并列 这是一种 一种就是 佛真 佛讲这样的法 不只讲一次 他可能讲了很多次 所以 他每一次讲 或多或少 有时候多讲一点 有时候讲的简单一点 所以 这两个也可能是不同的经 就是有这种 好 那么 这个二十五经跟 二十四经跟 二十三经 那 主要的差别就是 他这里有 非奴所应 亦非愚人所应 那二十四经只是 非奴所应之法 移速断除 所以这个就差别 或者说 非我所应 亦非我所 那 有可能也是这样 基本上 我们往底下看 先往底下看 他说 此法移速断除 不是你 不是你所应该的 所应 就是 不是你应该要依靠的 或是你要依止 或是你要依止的 道理 或事物 这些东西你不应该 执取他 或是你不应该 内心一直执着 这样的观念 其实这个就是 非奴所应 那 我们比较 像这样的一个说法 比较熟悉的 就像金刚节 因无所住 而生结性的 因无所住 就是非 不是你所应该要 要依止的 或是要 心里面要执取的 或是你 事实上 你一直依这个为主 不外乎就是 邪道邪见 武欲 这些 好 那 他只是这样 简单的说 他说 断笔法 这个法 是法 已因断除 此法已述断除 断笔法 这种法 既然不是你应该的 应该要依止的 那么你应该要赶快戒断 除断 这个法 那有点像什么呢 我们简单讲 比如说 比如说小孩子 常常喜欢打电动 那么荒惠学业 那么你这个十年代应该好好 你这个 你这个年纪应该好好读书 你不读书 常常都只是打电动 荒惠学业 这个要赶快戒除 那年轻人的喜欢 这个喝酒 抽烟 那这个会伤害你的身体 会浪费你的钱财 那么不是你应该要 不是你应该要常常依止的 就是你常常要这样做的 你不应该要常常 你不应该要常常 因为他要直取嘛 他贤简没事他就收烟 抽烟嘛 那一无聊就找朋友喝酒嘛 类似像这样 那飞龙所业 这不是你应该要做的 你也不应该要常常这样做 好 那我们把这个法换成是 我们心里面的执着 跟物质上的需求 一样是道理 那我们世间人来讲 其实 所执着的 认为我们应该要获得这个 我们要拥有这个 或是我们一直认为是这样 那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 一种状况 就是我们所依止的 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所需求的 我们所盼望的 可求的 那这个就是 非奴所应之法 其实是这样 好 所以他告诉你 亦非于人所应 亦素 他我们先讲这个 他说断笔法 把这个法断了之后 亦劳亦产业安乐 你明白了那个道理 那得到 从这里得到利益 你就可以长夜安乐 那实笔笔秋 等于我们再来看 他的核心是在讲什么 我们说 这个核心一定不离开我们的身心 最根本的执着就是执着你的身心 那么之后才是执着因为身心而需要的 这些武裕 眷属 这种种 名利 权威 这一些种种的 这个就是 以身心为根本而向外扩展 那就有所谓我们说的 明文利养 利衰毁育 称激苦乐 武裕六成 他开始慢慢有这一些 那核心的东西就是 对身心的执着 对身心的执着 那你不应该时常 那么执着这个色受想行事 通常是这样 好 就是说 或是说 言耳鼻则生意所对的色身相会出访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那 他说 死比比丘白佛也 那佛这样讲 非奴所应之法 疑速断除 那后面多一句 非奴所应 亦非愚人所应 那么疑速断除 那如果你真的能够把它断掉了 那么 它能够带给你非常大的利益 那这个利益其实就是解脱了 产业 产业就是 它能够断理无死结的生死轮回 就是 从此 你可以就尽安乐 彻底的安乐 好 那比丘就跟佛讲 知道了世尊 我已经知道了 善士跟世尊都是佛的称呼 好 佛就跟比丘讲 那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了什么 那佛只是这样讲 那非奴所应之法 疑速断除 这现在讲得多一点 跟二十三经 差别就是 非奴所应之法 亦非愚人所应之法 疑速断除 好 如果佛跟我们这样讲 我们老实讲 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之前常常听佛讲 那么五运六处 那不可以执着我我所 那我们就可以领得善 因为佛再怎么讲 都是讲 要离我直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那就是 不要执着 我射受想行事 那射是真实不虚的吗 射是真实不虚的 所以他常常讲这个 所以假设 我们第一次听 我们就不晓得 非奴所应之法 那什么不是奴所应之法 我们会连结到什么 最粗的就是 杀到淫妄了 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最粗的是这样 就是 杀到淫妄不应该做 这个不是我们正常的人应该做的 善良的人应该做的 学佛的人应该做的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 这是伤害别人的事 不要做 第二个 会伤害自己的事 也不要做 比如说放育 懒惰 那么这个 虽然没有伤害别人 但是会伤害自己 那起烦恼呢 起烦恼没有伤害到别人 你行出身口才会伤害别人 这个也会 也会 这个不会伤害别人 但是会伤害自己 这个也不要做 就是 如果我们想 我们自己会想说 如果佛陀现在跟我们讲 我们会想到什么 我常常有说读经 我都会想 如果刚死佛就在前面这样跟我讲 我会是什么反应 我会怎么想 那我们就会想说 那一般来讲就是说 你回去跟一个 一个刚学佛的讲 佛说 我今天听佛说 那么不是我们所应该要追求的 我们不要去追求 那看他会想到什么 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不要去做 就讲这个 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不要做 那第一个就是 什么不是 杀人放火不要做咯 就这样 好吃懒做不要做咯 类似像这样 但是实际上 一直往前推 推到根本就是 不要执着 不要有 对我 摄受想行是执着 这个我 这个我们不应该做 那就是根本 他会一直推 推到最根本 因为他说 如果你不做这件事 如果你把你常常做的 不应该做的事断掉了 你就会解脱 长夜安乐吗 那有什么事是 你不做之后 你就可以解脱的 就不执着我 就很简单 你对我的不执着 这件事 我们一直在做的 以后不做了 你对我的执着是 一直在做从来没停过的啊 那怎么样才可以不执着呢 所以就是你要去思维 那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摄又是什么 受又是什么 就这样去 那你那个执着点 就会渐渐解掉 渐渐解掉 其实是这样 那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让天就觉得 就 有时候不太能理解 好 所以 佛就问他 我就问他 因为佛只是这样讲 他就说 我知道了 师兄我知道了 佛当然也会 都要确认 你到底是不是真知道 你知道了什么 因为不是只有他在那里而已啊 很多人都在那里啊 就算佛真的知道 他知道了 佛知道他知道的是对的 他也要出来讲给大家天啊 因为其实有一些人坐在那里 不一定知道啊 其实是这样 好 所以 他说 云和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意 你是知道了什么 我这样讲 你就能够清楚明白的了解 广解其意 就是 佛只是简单的讲 但是 我很清楚的知道 所以他说 那你清楚了什么 那 比丘就白佛言 世尊 社 你看他就一定归结到这边嘛 社 非我 非我所用 就是 这个社 并不属于我 我不应该要执着他 就是说 凡是你所执取的 其实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你执着这个五蕴 那如果我就我们现在来讲 那我们可能还没有到那一种说 我们不执着的问题 没有 只是执着多跟执着少的问题而已 没有办法到不执着 那么即使正在出国的断了分别我见 断身见 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执着 所以他还有巨身我见 所以他还有贪嗔痴啊 你想一想哦 正出国的人已经知道缘起了 已经知道道理了 可是他还会起贪嗔痴 他知道这个不应该贪 但是他还是会贪啊 他都断身见了 因为他佛法那么懂 他怎么不知道贪嗔痴是三毒 知道啊 他怎么不知道称心是藏道 知道啊 因为他苦极灭道 他已经见四地了嘛 苦极灭道他很清楚 但是清楚是清楚 他也不一定马上做得到啊 所以他还会起贪嗔痴嘛 但是他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他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所以他会尽量一步一步往前走 看他用不用功啦 用功的话 就不多久就正啊 不用功的话 他也会懒惰些带放音 也会有 那就七次 最多七次 因为他有一个尽头 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根本在那里 那个根本会不断长不断长 所以他就算他已经确认缘起 建缘起啊 正出国嘛 而且他已经证件 他不是证件件上 他已经证件决定了 证件决定了 那他也知道贪嗔痴是藏道法 他也知道要修戒定会 但知道是知道 有一些时候烦恼来 他也不一定 他也不一定控制得住 但是不会太离谱 他会控制在一个范围 但是不一定完全不起烦恼 所以他他都还有称耶 要到二果才饱滩称痴 要到三果才把玉滩跟称断掉 那你想想 所以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不对吗 他不知道这个是非我所应之法吗 知道啊 他知道 但知道是知道 不一定就可以 随心所欲啊 孔子七十岁 才重新手欲不欲举 就是他知道 但是他也做不到 孔子说他七十岁 你看 他十五岁就立志了 四十不获 不获就是他已经懂道理了 很多道理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他都知道了 四十不获吗 七十才重新手欲不欲举 六十才耳顺 六十才不会被人家批评了 他 他基本上 你看他四十不获 四十不获有一点点 如果我们 当然他不是正阿老 不是正出口 但是我们用佛教来对比 就有点像正出口 但其实他没有 但是说有点像正出口 他已经见缘起了 他是正见决定了 正见决定 这个是奴家的 这个是奴家的 孔子 那如果是佛教的 阿罗汉 声闻来讲 就佛教的 他基本上正出口 正出口 正见决定 断身见了吗 正见决定 已经见缘起了 我们叫做正信离身 如果菩萨就正无声法人 好 那么他到七十 他到七十 才重新所欲不欲举 简单讲就是 他想不起烦恼 他不会再起烦恼 他一切都按照理 就是他 他认为应该这样做 他就这样做 那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做 有时候就做不来 我也想吃杯一点 但是就没办法 我也想脾气好一点 那就没办法 现在就做不到 对不对 类似像这样 这个情况很明显 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中 有很深的体会 都是这样子 我也想清静 但是就没办法 他就自己会长出来 也不是我要想 他自然会想 常常有这种情况 我看到了 我也不想贪 但是就没办法 不是我要贪 是他要贪 就没办法 不是我要生气 他就自然会生气 不是我小气 他自然小气 没办法 所以你看孔子 这中间有几年 有三十年 那阿罗汉 阿罗汉 正出国到正阿罗汉 从心所欲不欲举 不欲举 是他能够随心所欲的 自在的 那如果到正阿罗汉 当然这个孔子七十岁 还有过失 他说还有过失 他说再给我多几年 那我在研究一个疫经 我可能会过失更少 他还是有 那如果我们讲正阿罗汉 他要七次 如果他没有那么用功 用功可能一下子 没有多久是正阿罗汉 还要看他的善根 如果没有 他从正出国 正信离生 就是他已经见缘起了 而且他见四弟 如是因如是果 他非常清楚了 非常清楚是非常清楚 见祸顿断 失祸要见断了 没办法 要慢慢磨掉 所以断见祸 知道就知道 不会慢慢知道 知道就知道 但是知道跟做到之间 他有一个距离 那这种距离多长 要看你过去的揽入有多重 或是你的决定 你的决定有多大 那这个是很常见的 所以有些佛教徒 他修行的过程中 他会有一些挫折感 他会老是觉得 有几个观念 就是老是觉得 我 因为他学了佛知道 他知道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就好像这里讲 非努所应移速断除 就一开始不好的 他也知道不要常常起烦恼 但是他老是觉得 我想做但做不到 所以他就会开始觉得 自己有问题 我业障重 我善根不胜后 我怎么样 反正就是 我现在是末法 反正就讲了很多理由 事情都不对 这本来就这样 修行的过程 你就想想看 正出国到正阿罗汉 他要七次 慢一点 快一点不用 快一点这一生 正出国没多久 正阿罗汉 阿难是最慢的 阿难从正出国到正阿罗汉 可能中间隔了几十年 这个算是最慢的 其他舍利佛 舍利佛十五天 穆建连七天 正出国到正阿罗汉 穆建连才七天 七天是因为 他正了出国之后 见了佛之后 七天都在树下专精思维 舍利佛十五天是他没有空 他正出国之后 去到佛那里 做佛的侍者 跟佛做些有没有的 他比较没那么专心 但是十五天之后 他也正阿罗汉 这个是比较短的 比较长的是阿难 正出国 但是阿难不知道什么时候 正出国 没有记载 但是至少阿难做佛的侍者二十五年 那么应该做佛的侍者 可能就正出国了 应该啦 但是他出家不止 他是出家应该有四十五年 因为佛成佛是 大概第七年度阿难 那佛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成佛 那第七年四十二岁 那所以 他是八十岁怒虐盘 第六年 第七年 所以佛大概四十一岁的时候度阿难 那八十岁怒虐盘 那这中间大概隔了四十年吧 那阿难如果是第七年 那如果四十岁 那他做二十五年 所以基本上四十五年了 四十五年了 佛成佛是四十五年 那所以前面大概 如果阿难做佛的侍者 应该 那个做佛的侍者应该已经正出国 他不晓得 没有具体知道阿难正出国是在什么时候 不过阿难应该做佛的侍者已经正出国 至少有二三十年的时间 这个已经算慢了 还有更慢的 更慢的大部分都是再加重 因为再加重 虽然正出国 比如说 徐达多长者好像是正出国 直都长者正三国 圣漫夫人应该也正三国 莫逆夫人可能不知道正其国 平伯苏罗王是正三国 波士尼王是正出国 浸泛王好像也正三国 反正浸泛王更快 佛所去看他没有多久就正三国 慢一点的是很多再加剧是因为他正了出国之后 他也要照顾家庭阿小孩阿太太阿 反正朋友阿事业阿 所以这些一忙 他不知道要解脱吗 他知道 但知道是知道有时候爱与现况 他做不到 他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欲贪 还是有一点点懒作 他放不下家庭阿放不下什么 所以他或是放不下事业或放不下什么 他还是有放不下的 一样有放不下 所以他会七次 升到天上 升到天上不太能解脱 升到天上不太能解脱 所以还要来人间 那来人间那一次 如果他的善缘不生的话 或是佛法已经不那么明显的话 那么他可能接触到佛法的永远不多 所以他的善根就比较不成熟 要成熟嘛 所以这可能就翻阁了 那如果有的话可能第二身 第二身他就解脱 那解脱有两种情况 就是有佛法的状态解脱 或没有佛法的状态下解脱 没有佛法的状态下解脱 我们就说他是辟之佛 是这样 那再没有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但每次来他都会多一点 多一点 多一点 因为他有习惯性 他坐下来就会思考人生 思考人生的道理 他会习惯性照顾他的心念 所以他会再怎么样懒惰懈怠放映 他每一次都会争一点 争一点争一点 比较没有办法想的可能在天上 除非他升天的那个时候有佛出世 那么他也会从天上来人间听法 除非这样 所以因为这样他才要七次 他才要七次 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看 我们对自己不要太灰心 因为我以前也会这样想 奇怪 我就知道了为什么 我们会有两种 两种叫做后悔 叫做恶作 心里面会忧悔 为什么我还这样 这第一个 那每次发怨每次都做不到 每次都骗佛 实在是心里面有一点点懊恼 就会觉得那还要再发怨吗 都发虚怨空虚的怨 每次都说烦恼无尽是怨断 都无缘无尽 每次都做法门无量是怨断 都无缘无尽 那就觉得 我到底是不是在自欺欺人 上欺佛主下满众生 开始会有这种 开始会有这种想法 那就会觉得很傲 那就会觉得 哎呀 自己到底是业障重 我告诉你不要这样想 能够这样想已经了不起了 真的 因为你要知道即使出国的 我们都还没证出国 我不晓得你们啊 我是没有啊 就是说 这个即使是证出国的 他也会这样 他也会知道做不到 所以最常见的有句是就跟我讲 师父你讲的道理我都知道 但是做不到 我告诉你 修行就是从知道到做到 孔子都没办法知道就做到 孔子 事时不莫 其实才从心所欲不欲举 知道就做到 想到就做到 孔子 但是他做到的跟我们不一样 正出国的知道都不一定做得到 要七次人天王法 多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状况 你不要太灰心 但是你就是知道 渐渐做到 我一定要做到 就算我现在做不到 我相信我以后一定可以做得到 你如果没这样想 我告诉你 你就耽搁的越久 你那个心越弱 越弱 因为你知道的越多 你的心就越弱 为什么 我离佛太远了 本来就是远 所以要学佛 那么 所以像 我们像这里说的 佛跟他讲说 这个非奴所应之法 一速断除 他后面他去听佛说法之后 他后面一定有一点 乃至至至不受厚有 不放异助 专精独一进处 专精思维 不放异助 乃至至至不受厚有 我知道 我现在做不到 但我 这个我们用白话讲就是 佛你告诉我 我只要知道了 就算我现在做不到 我一定会做到 乃至至至不受厚有 就是我一定会做到 不管多久 不管多难 我一定会做到 所以他才会在做什么 不放异助 乃至至至至不受厚有 就是这种观念 但是我们有时候 没有仔细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有时候不修行就很快乐 修行起来就很痛苦 为什么 就修 越修越不行啊 就就有这种 就有这种问题啊 不修行就都没关系啊 但是你越要修行 你就去发现到 自己很自己越修越不行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过程而已 渐渐就醒了 真的 就是你要努力啊 你就是不能放弃 所以他才在乃至嘛 一直一直修 修到成就 自知不受厚有 那这个是我们普遍的观念喔 但是我发现大多数的人 几次以后 就会放弃 就会放弃 未成佛道物未艰难 本来就难啊 难你能做得到 叫做难能可贵吗 大家都做得到 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好发愿的 不需要发愿啊 就是不容易 所以要坚定不退的心 那这个就是 你看那每次来跟佛说法 每次来跟佛求法 情法 他都说乃至自知不受 不放异注 我文法以后 当独一尽处 专精思维 不放异注 我一定会用功 而且我一定会用功到成就 我才 我一直从有学到无学嘛 那因为我以前也这样 我就觉得 哎呀 我有时候会这样 有时候会像二十亿友这样 阿纳律也是这样 非常用功 用功到一阵子 还不能成就就非常累 就觉得 哎呀 就觉得好像 没办法 那有时候是用功的方法不对 有时候是太急躁了 所以中道里面有一个叫做不急不缓 不急不缓 那我们的心有时候 常常在后悔也不好 那你不要太急躁 那你也不要 就是说觉得哎呀 我都做不到 我都没办法 那心越乱 越没有力量 而且像忧悔 像恶作这种忧悔 那么也会让你的心没有力量 那你本来就没力量了 你又忧悔那更没力量了 几次以后你就会退转 会退 会转 那尤其是后来讲到所谓的普提心 大胜普提心更容易 那要解脱都容易退转了 何况 何况是这个 这个 这个要 还要帮助别人解脱 所以你一定要常常保持这种心态 就是本来就是不是 知道就马上做得到 那知道到做到之间就是修行 就是修行 你要有信心 而且要坚持 好我们就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说到 所以他这里说到 略说法中广解其意 好 那佛问这个比丘 那你知道了什么 什么不是我们所应该要执取的 或是我们所应该要依止的 其实就是 不应该是你拥有的东西 你不要去执取 非奴所应之法 移速断除 其实就是这样 那不应该执着 不应该执着 你不应该执着 那不应该执着的东西 就是说你不应该执着不属于你的 简单讲 那什么是属于你的 一开始是烦恼不属于我们 恶业不属于我们 渐渐就是 那什么是我 一切的执着 都不属于我们 就是不要对我有任何的执着了 那这个是根本 有我见才有我爱 因为你执着有我 你就会想要满足这个我 就是我爱 我所爱 我见我所见 我爱我所爱 那么就起贪嗔痴 然后就造生口意的业 那么就有三界六道沦违 它是这么来的 它整个过程是这么来的 从根本上来讲是这样 那从比较粗的来讲 其实就是先持五界 然后再进一步离五欲 然后再进一步断什么 断五欲的直取 就是先离五种恶业 就是五界 然后再离五欲 然后再离五欲 我 如果从佛法来讲 从深 从浅到深 大概是这样 那这里讲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 佛就跟这个比丘讲 非常好非常好 你对我简单的说法中 能够很深入的了解它的道理 能够了解 广解其意 就是很深入的 很深刻的 很正确的 很明白的 那么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者 射非我 非我所 非我所应 无我无我所了 不是我们应该要直取的 那也不是其他人应该要直取的 所以这个法 我们应该要赶快跟它断除 因为就是因为有我见我爱 我们才会一直起烦恼造业 所以当你把这个我见断除的时候 那么决定可以得解脱 那么浅一点的讲 浅一点的讲 是断分别我见 细一点的讲 就断聚生我见 聚生我见 聚生我见是与生俱来的 根生底固 那分别我见是学习来的 不断不断分别来的 那么这个就加生这个聚生我见 其实是这样 但是你把分别我见断掉 聚生我见也一定可以断 时间的问题而已 那如是受想行事 一样 色受想行事 就五蕴 五蕴就是整个身心状态 我们仔细想一想 我们整个思维都在怎么安顿我们的身心 我以前是怎么样 我现在是怎么样 我未来想怎么样 我要住在哪里 我要去哪里读书 我要做什么 你都是在安顿你的心 让你的身心自在于悦 那么如果可以舍掉东西 你一定渐渐舍 舍到最后 只有你的身心不能舍 你可以舍财 可以舍妻子 舍一舍国土 可以舍什么 但是你不太可能舍你的命 或舍你的身心 最后就算你会舍你的命 也是为了你的国家 你的民族 你的家庭 你还是依于我而有的 那么这些看起来是非常正常的东西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让你 让你 我们说并不是 我们不执走 并不是抛弃放弃 捨棄 你应该尽的责任 不是 释迦牟尼佛 那么解脱了 成佛了 无我了 你看哦 我们有时候会误会无我 就认为无我就是无情 不是 释迦牟尼佛 正是因为无我才有大悲 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之后 你看他第一个要度谁 度他 度他 教他禅定的两个老师 第二个呢 度吴比丘 照顾他五年到六年 修行的人 你看 你说他无情还是有情 他是无我 正无我的人 但是 那第二个度吴比丘 第一个度他两个老师 第二个度吴比丘 第三个要度谁 那 当然 他是为了好讲话 那 我们说跟他有关系的 第三个 回去度谁 度他儿子 但是 先回去看他爸爸 静万王生病嘛 他就回去度他爸爸 那个时候 他第一次回去的时候 静万王正出国 生病了 然后再度他的儿子 罗霍罗 把他儿子带出家 那个时候静万王很伤心 那后来静万王往生了 往生之前 他又回去 让静万王正伤国 然后静万王往生之后 渡耶稣陀罗 渡大爱道 然后渡这些堂兄弟 你看 你说 他不是无我吗 是 他正无我了 但是正是因为无我 他才有办法做到这样 而且他不只是渡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几乎都被他渡了 没有一个没有渡的人 那包括他生在天上的摩耶夫人 在他出生没有几天就死掉了 他也到天上度他 你看 只有他两个老师度不到 因为他两个老师生到无色界 无色界 无色界没办法度 那欲界天还可以 色界天就不容易了 那无色界天 特别是非想和无想天 那是不可能 不可能度 要一定要从他从这个无色界下来 所以度不到 那其他的 他想度的都度了 都度了 所以一直出家 酒足升天 讲的是释迦摩尼佛 我们没办法 你除非像他那样有成就 那像舍利佛也是这样 舍利佛也度他妈妈 那这个都是因为他有能力 他有成就 他跟他有因缘 所以他能够度化他 那你说不是正无我吗 所以他不是叫你抛弃 不是叫你抛弃你的家庭 不是叫你放弃你应该尽的责任 不是 你正是你无我 你才能够这样 无私的利益中生 你有我就是我只度我的家人 或是我的家人再怎么样无理 我因为他毕竟是我的家人 我能够容忍 别人我就不能容忍 别人我就不能容忍 我就不理他 这个就是有我跟无我的差别 那就是无我才无私 他才真正有大悲心 好 所以他这里说到 其实就是无运 无运无我 你不执着这个我 有我见就会有我爱 有我爱就会直取 有直取就会起烦恼 就有分别 有这个虚妄分别 那么就会起烦恼造业 好 所以 这里讲到 他只是分开讲 色受想行事 非我所应 亦非于人所应 那比丘文佛所说 心大欢喜 离佛而退 独一近处 他只是听而已 还没修 回去 独一近处 精神休息 不放一处 乃至这次不受会有 后来没多久就正阿罗汉了 一生而已 也没有很久 但是他没有讲多久 但是就是不久就正阿罗汉 好 这个是第二十四经 看到二十五经 那么佛在齐远今圣 有一个比丘 那一样 可能早上都是坐在那里 或是下午 那坐在那里 静坐 那么静坐完了 起来 那么去跟佛顶礼 顶礼都是五体投地 那他这里就讲得更简单 为佛坐礼 那前面就还有 那么偏袒右肩 为佛坐礼 那却坐一面 所以翻译 有时候简单翻 有时候翻多一点 但是一般都一样 都一样 这个是固定的理解 那 世尊为我略说法药 我文法以当独一近处 专心思为不放一处 不放一处 以思为所以 这个又多一点 多 不放一处后 这样想 善男子正信 佳 一般是正信出佳非佳 前面都是这样 正信出佳非佳 那就是善男子正信出佳非佳 就出离这个家 这个我们前面二十一经就有 身着法乎 信佳非佳 出佳学到 二十一经 翻到前面看 稍微看一下 那么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再翻回来二十五 二十一经里面有 真卓法乎 信佳非佳 出佳学到 那这里也一样 思为所以善男子 正信佳非佳 出佳乃至至至不受后有 就前面已经有了 所以这里就省略 就这样讲 就出佳 然后 专精思维不放异注 中间就多了这个 乃至 就是他会不放异注修行 思维他出佳就是要修行 修行就是要得解脱 所以我就是要努力修行到得解脱 好 我们先下课